独家萌萌兵被笑眉爸爸妙达,他们不适合睡一起。 小彬彬的前妻陈亦军带着儿子萌萌兵温玄熙在年关前送爱,母子俩前晚到龙山寺煮热腾腾的火锅给街友享用,被问到过年会和小彬彬团聚吗? 他略显尴尬说没有联络,新堂弟说儿子很懂事,学校同学校他没有爸爸,他还解释我不是没有爸爸,是他们离婚,不适合睡在一起。 成熟的言语让人不舍。 小彬彬和第二任妻子陈亦军2017年离婚,双方闹得不愉快,儿子萌萌兵温玄熙归妈妈陈亦军,陈亦军带儿子像朋友一样, 前晚带他和一大群好友到龙山寺探望街友,六岁半的蒙门兵已经上校医,学校老师也会教导关怀弱势,但他看到街上满是游民人会不解问他们怎么会睡在地上,小军也称词给他机会教育。 昔日小冰军带着三个儿子一起亮相以称往事,蒙门兵会否想念当时情景?陈亦军说,他会想念哥哥,就赏网找影片看看,倒是很少提到爸爸。 被问到小小冰是否曾主动联系?他说,有次曾打来问网路游戏账号,开口叫妈,让他很是欣慰,觉得大人之间的纷扰至少没影响到孩子,他目前除了直播聊天,也兼职卖童装,卖保险,生活无语。